林敏林 台中市黨部的國民黨的主委 他呢 竟然啊 這個 在袁寬恒宣布參選以後 竟然主動求去 那林敏林為什麼主動求去 林敏林啊 按照過去的記錄是什麼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來 我們來看福西啊 9號晚間 袁寬恒宣布參選 先負重責的黨部主委林敏林 仍在現場卻沒入境 現在更爆出亮度請辭主委 原來朱妍同台這場記者會 林敏林根本被排除在決策圈外 主席有要來嗎 我不知道 單位要來我們這邊 單位跟我講啊 啊你這邊都沒有 接到消息吼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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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朱立倫南下消息 林敏林聽來一頭霧水 9號下午2點35分 平面媒體披露朱妍合體 但身為台中市黨部主委 林敏林 3點05分 接到記者求證電話卻完全不知情 如果說是要宣布要怎麼樣 是中央直接對人家兩個對口吧 我們這邊不重要 這邊不重要 身為重要操盤手卻被直接跳過 紅派大佬林敏林接的主委 是江啟成任內親自指派 8號還和黑派言清彪一起背上建朱立倫 三方聲談 傳出是對主席高姿態不滿 加上當部運作 每年至少對收3000萬 因此閃電請辭 林敏林本身有一些爭議 或許也有人到他們家附近 去拉副條抗議 對於嚴家的這一把鋪 會燒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請辭 讓中央自己沒有下來整合 那你只是朱立倫要來 就是純粹百年收割的角色 你抓人緊啊 隨著嚴家黑歷史被掀出 林敏林舊案也被重提 曾遭抗議欠錢不還 脫產還抄待 嚴寬恆才宣布參選就果斷請辭 是為自己還是對主席的無聲抗議 留下想像空間 這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的主委林敏林 那麼在他任內成功罷免了陳柏惟 接下來又提名了嚴寬恆 但是他現在主動求去 那這個林敏林過去的紀錄怎麼樣呢 今天給他看 自由時報在九十一年八月寫的 說檢調單位表示 林敏林跟他的胞弟敏林農 涉嫌從七十九年開始向大理市農會 跟神鋼鄉農會 用人頭分散貸款集中使用的手法 以薪債養救債累計呆帳 兩個農會十八億 十八億 師祇 人都是兩百億十八億 檢豐又發現同一個抵押品竟然重複超估 越估越高價 偵訊以後用背信罪涉嫌重大 而且有竄政之餘把兩個人林敏林跟林敏榮 申請擠壓 這個可以重複 還可以高估 這支筆 這支筆 我十塊買 他給他高一百 這樣子 然後還重複 說林敏林 其其家族陸續提供計畫區附近土地 向同派系的多家農會貸款 各農會放款金額從幾千萬到幾億不等 而且土地的價值與貸款的金額差距很大 華語農會有抄貸之嫌 然後造成倚債滾債 是這種人做國民黨的台中市黨部主委 可是這個也不會很稀奇 我的意思是說 當顏寬恒被徵召之後的那場記者會裡面 其實那個照片就看得很清楚 所有中部地方大派系都坐在旁邊 那你看民進黨的徵召是說 好 本黨徵召林敬儀出來 是在台北的中央黨部 可是他們是朱立倫跑去台中 然後三大家族壓陣 看起來是地方勢力徵召了黨主席朱立倫 那所以那個主客之間的那個位置上面 就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也表示說 國民黨是受制於這些地方派系的 因為他們可以徵召你黨主席開什麼玩笑 你還千里迢迢跑去台中 那所以這就是國民黨的本質 國民黨的這個血肉就是由地方派系 黑白灰顏色搞不清楚的這些勢力 所組成的 我覺得民進黨跟國民黨 真的結束不一樣 你看人家的投資就是200億 然後剛才高超公 原款兩字就五十十 十十通億 再三啊 那一塊地就五億 對啊 然後人人人撞飛這樣搖出來就十八億 再看一下 二零一三年自由時報 國策顧問當時 前台中縣議會議長林敏林 位在龍井區的豪宅 被原營建設的負責人陳春美率眾抗議 質疑脫產欠債不還 而且金達高達幾千萬豪宅 圍牆被拉滿白布條引來側目 林敏林公這與我無關 如果帳戶釐清 他身為背書人會出面善後 陳春美說 照年許多好友集資參與林敏林 林敏榮兄弟的土地投資 但他們兄弟買地以後 卻玩兩面手法 宣稱沒有賣出土地 但實際上地已經賣了 錢引拿了 那面對投資人的詢問 謊倉投資失利沒有錢可以償還 來 再請教一下這個王老師 印尼 按照我們人都說 說印尼原來欠債上億不還的同路人 紅派黑派 大家一樣欠債 怕嚴加的火燒到自己身上 所以林敏林先散人了 是這樣嗎 我看林敏林跳船的這個意向是非常清楚 這個跳船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連那天各派系的這樣子的一個 煞雪為盟大會 會很多人心不甘情不願的來 可是你看到林敏林連出現都不出現 那代表什麼 我代表說他基本上不想再跟這場補選 掛上任何關係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幾種可能 第一種人都說 可能林敏林自己也怕火燒上升 不過我跟你講 出來混都是要還的 林敏林你看他最後一次參與政治 但是應該差不多二十年前 民國九十年的時代 二十年來不出來 然後是去年 因為江啟臣當長主席 他才出來再重新出山 當台中市長部主委 基本上就是紅派大佬 那今天你一個紅派大佬 他有沒有必要去為黑派背書 而且為一場看起來應該是 要非常非常清楚的 重新去檢視 嚴清飄家族的這樣 要不要為這個背書 你試試 你自己的 黑派如果看著他紅派真的熱得輕鬆 他有沒有必要被捲入 第二 我覺得他對朱立倫 一定也非常的不滿 為什麼 因為照傳出來的是 他很努力的 檢守崗位 他支持江啟臣 沒關係 他竟然輸掉 他還是很努力的 去打完那一場罷免 結果聽說江啟臣 好像連謝謝都沒有跟他說 他就覺得不如歸去 反正這一個選議才說 選贏選輸 那是你們黑派的事情 那是你國民黨黨中央的事情 跟我紅派沒關係 我現在要趕快明則保身 去江啟臣 東大龍